马上被总统府发声明打脸 批评这样的言论是无稽之谈 重启何事公投说明会最终回 黄世修突然离题大爆料 蔡总统连任胜选的第三天 有一位民进党高层 派人征询我入阁的意愿 蔡英文重启何事 我没问题 后来那位高层说 这样要林非凡跟洪生汉怎么做人 所以后来那件事作罢 自曝曾有民进党高层主动征询入阁意愿 但无端被点名的则是嗤之以鼻 我觉得他在自己在家里妄想就好 不要再上电视到电视机前面妄想给大家看 那这些都对于整个社会讨论这些议题是没有帮助 看到的时候真的就不吃一笑 我其实以为我看到电视笑话冠军 其实不对这是公投说明会 就连总统府也发声明驳斥 黄世修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荒谬绝伦 离谱言论一点都不科学 尽管被狠狠打脸 但黄世修仍坚持有人征询过他 但到底是谁 名字我当然不能透露了 他认为洪生汉这种极端的访和人士 某方面来说也绑架了民进党 说不出高陈姓明 黄世修却主动求官 向蔡政府喊话愿意当政委 还限时回应否则绝食抗议 我愿意担任政务委员 全权负责和氏重启 实现真正的抗中保台 我跟你们四十八小时 考虑回复 周一中午十二点起开始绝食 黄世修就是一个挺和氏耍嘴皮 来讨生活的一个无业游民 注重安全的标准 那就是还要再十五年才能够盖好 如果再拖十五年 让和氏盖完 盐宽衡都已经当阿祖了 网友嘲讽明明是减重 硬要说绝食 公投竟然是这种搞笑人物在弄的 代表他已经被国民党放弃了 毕竟看看黄世修2018年 也曾绝食抗议 但因为台风来袭宣布撤退 现在为了重启和氏 一下自爆差点入阁 一下又呛瞎要绝食 也让外界质疑 是不是已经没招了 三人权李政道 周凯恩是小组台北报道 雷文雷文雷